6月22日,2019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十足福西典礼在台北市与甘肃省天水市同步举办 这是两岸连续第六年同步祭祀福西 2019年,岁次几岸年,5月20日之良辰 两岸共济人文十足,福西大地三县大迭 大典开始 在台北元山大饭店举行的祭祀典礼 由古义镇开场,九十五时分开始 象征着福西为三皇之首,九五之尊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担任主机关 在四仪主持下,古月共鸣、献花、主机关鞠躬行礼等祭祀一程依次进行 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来到现场,向福西圣像鞠躬行礼 此次典礼由台湾新北市三重鲜色宫与天水市福西庙共同举办 天水市周一学会特邀研究员郭天康等嘉宾组成大陆福西文化交流团 一同参加了祭典,逐离此次祭典的鲜色宫董事长李乾隆表示 我想中华民主的始祖,人文的始祖是福西嘛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助于两岸这个文化的交流,非常有意义 李乾隆表示,福西始作八卦,召起文明,充满创造精神,奉献精神与和和和精神 正是目前台湾社会所需要的 台湾中华福西协会理事长张富棠表示 希望台湾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 我记得在十年前,福西那个时候刚开始才有两三百人 今天这几年来都一二十万的人 可见台湾我们所有的中卿,我们应该要加以重视福西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的来源 丹苏天水相传是福西的诞生地和福西文化的发祥地 当地福西祭祀文化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1988年天水恢复共济福西典礼,2014年首次实现两岸共济 天水市政协副主席王振宇说 海峡两岸共济福西大典活动 对于弘扬福西文化 对于进一步增进海峡两岸同袍的血浓与水的民族感情 对于进一步加快海峡两岸文化经贸交流 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弘扬福西大典活动作用